為了招引男人的注意 羅馬婦女們不僅特別注意衣著打扮 還千方百計地整修門面 自理容顏 美容化妝之術於是就興起了 古羅馬有一位詩人叫做奧維德 他曾經寫過一本有關教導人 如何製作面部化妝品的書 其中之一是這樣的 先將以百克的大麥去殼 再將相同份量的巢菜用10個雞蛋尖濕 將由此而得的混合物經封乾之後 用石磨將它們磨成粉 磨製的時候還要加入一些卯六角 然後參入由12隻剝去外皮的水仙球製成的碎末 最後再調入9倍的蜂蜜 奧維德說如果使用這樣的化妝品 面部皮膚就會光滑似鏡 順利無比 由於每個人的膚色不同 所使用的化妝品當然也應該不一樣 如果鹽皮膚黑 那就應該用從惡語覆中提取的白色物質來圖面 如果怕自己的臉色不夠嬌紅 就可以擦點胭脂粉 另外如果覺得自己的眉毛離得太寬 也不用擔心 它完全可以通過整修而靠近起你 如果覺得眼睛不夠大 那就用細灰或者屈甘草 它們會讓你換然一身的 除了面部之外 頭髮也很重要 如果對自己頭髮的色澤不滿意 可以求助於染髮髓水 如果不想要直髮 就將它燙卷 頭髮掉了怎麼辦 那就只好求助於假髮 奧維德在另一部著作《愛的藝術》中 還說了一件關於女子戴假髮的趣味 說有一次她去拜訪一位女子 由於她去得太突然 搞到那個女子一時慌亂 結果竟然將假髮刀轉了來戴 由此看來 羅馬婦女對於她們的頭髮 不只是染、捲、而且還要造假 更加不可思議的是 為了形體的美 有些羅馬婦女竟然連孩子都不要 因為懷孕生孩子 會令腹部變得鬆弛和有接紋 羅馬人知道如何避孕 在羅馬行醫的希臘醫生 索拉努斯對這件事就要專門的論述 如果已經有孕在身 就不惜施行人流 索拉努斯就有關於這方面的介紹 不過為了不讓肚皮起咒 而不惜去流產 著實有些令人吃驚 就連一向注重審美的奧維德 在得知自己的一位女友 在這樣做人流之後 也極為驚訝 以至助就起那個 首先使用這個方法的女人 在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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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